节目现场出现三份礼品 到底是何人相送 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 我看见咱们旁里有三盏菠菜 谁带来的 还很新鲜 振华老师回忆童年往事 这样的请讲您经历过吗 哥呀 何事来菠菜呀 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医养师铁方老师 正方老师您好 铁方老师好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总在为吃什么而发愁 现在就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千道的 营养菜肴的具体做法 大家可以在电子菜单中自由选择 您也可以在微信中提出您的问题 铁方老师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 我看见咱们棚里有三袋菠菜 谁带来的 我呀 我呀 我带来的呀 还很新鲜 是吧 我今天上早事了 我一看见这菠菜也太好了 这么新鲜的 得 我就多买了点 给你们每个人一人带了一袋 你们走着别忘了啊 这支菠菜特别好 就是咱节目就这点好 就是每次来吧 都有惊喜 对 而是带东西 咱就收下了啊 行了 这菠菜好东西 从小吃到大 吃法呢也很多 而且菠菜叫法也多 咱们是叫菠菜 有的地方管它叫波郎 还有叫什么红嘴绿鹰这的 没听过 是啊 都说菠菜的吗这是 对 对对对 这个有历史来源 就是菠菜啊 它最开始是从唐朝 从这个番外引进 就是新唐书啊 有记得 说西域上尼婆罗 其实就是尼泊尔南部地区 在争端二十一年时 前使入唐 献了什么呢 献了波郎 做菜和浑提葱 唐初嘛 西域竞贡这三种蔬菜 做菜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榨菜 哦 就是那个榨菜 哦 对 这个浑提葱叫蜗菊 哦 咱们现在蜗菊 咱有叫蜗笋 对不对 对 蜗菊 波棱就是菠菜 哦 明白了 这波棱 我是头一次听说 是吧 但这个红嘴绿鹰歌 我早就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就知道 你肯定知道 那您讲讲 我早年间 我小时候学徒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 可哪跟着老先生去听节目嘛 对 听书嘛 嗯 我就听 奶妹先生说的我是忘了 嗯 但是这故事我记住 嗯 说的 当年乾隆七下江南 嗯 有一次这身边啊 没跟着随从 哦 他自己转着转着呢 就迷路了 走丢了 正好路过一户农家 赶上乾隆啊 嗯 你别看皇上 嗯 皇上到点他不吃饭 他也 还饿了 对 是 对 对对 走进这家农户 他叫这个农户给自己啊 做点吃的 嗯 这农户家里 您算他也能有什么好吃的 嗯 就有点菠菜有点豆腐 嗯 就拿这个油啊 把这个豆腐给煎了 嗯 煎完之后呢 跟菠菜一起煮了一碗汤 嗯 就给这个乾隆爷喝 嗯 乾隆喝完以后是大加赞赏 嗯 说这是什么菜这么好吃 嗯 这农户想了一半天 我说这叫什么菜 嗯 这叫金香柏玉板 红嘴绿莹蛾 哦 乾隆爷回宫以后 就经常想起这道菜 嗯 然后就把这浴厨叫来 你给自己做 这叫红嘴绿莹蛾 其实浴膳王大师傅也不知道 最后乾隆把那 他看的过程 告诉那个浴膳王那厨师傅了 嗯 就给做出来了 到以后这个 乾隆爷念念博 反正这故事吧 反正这跟那个珍珠粉碎白 都还差不多 大如小意 不是 叔叔先生都是一个套路 嗯 这华老师 嗯 你这说的神乌其神的 嗯 有啥啊 那不就在小时候喝的什么 菠菜豆腐汤 嗯 人家不是给乾隆做的嘛 啊 肯定他得艺术加工一样 这一渲染 其实本质上就是 菠菜豆腐汤 对 可不就是菠菜豆腐汤 是啊 小时候不好吃这个嘛 对 而且吧 你们发现没有 咱们小时候常吃的东西 都有共同特点 嗯 食材必须 好买 嗯 对 对 这以前家里总做 是 但是后来不做 为什么不做呢 就是 很难听说的 嗯 就说菠菜和豆腐不能一起吃 吃得对身体不好 说他俩先克 嗯 完全不做了 就去 还给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嗯 莫凡说还真对 嗯 菠菜呀 它草酸特别高 嗯 而豆腐里那钙含量特别高 嗯 它俩结合在一起形成草酸钙 哦 这草酸钙人体是不能吸收的 哦 这不行 这样就导致这个钙质流失 嗯 嗯 我不讲嘛 关于缺钙的教育 中国人民宣传教育了40来年 对 对 后来就发现 菠菜做豆腐汤 对营养吸收不利 嗯 不建议这么做了 哦 但不是说不这么吃了 哦 菠菜豆腐汤现在也可以吃 嗯 做之前拿水焯一遍 焯一遍 哦 多再潮一遍 就是现在这个科学也发大了 进步了 是不是 社会也进步了 是 大家对这些吃的从营养上 各方面都讲究 但咱们小时候 哪懂啊 是不是 是 那个时候菜特别少 嗯 你看能有吃那就不错了 你冬天就萝卜 土豆 白菜 嗯 是吧 这得吃一大冬天 哎呀 就吃腻了 你没办法呀 你不能饿着 你也得吃 嗯 好不容易等到这个开春了 能下来点什么韭菜呀 嗯 菠菜呀 偶尔 嗯 能吃上点 嗯 然后那个时候啊 就因为家里穷嘛 你买菠菜的时候 肯定不会买就刚下来那种 特别绿营的那个菜叶 特别那样的菠菜啊 嗯 得买什么呢 嗯 那都长那个菠菜花了 你知道了吗 对对对 那个菠菜老长老长 那杆老长老长的了 嗯 便宜啊 便宜啊 就买那种吃 就那个菠菜特别老 嗯 所以他得粉丝的煮 他没有那新鲜的菠菜口吃 对 他还一说这个菠菜呀 长大肠杆这事 都长花了 我都想起来 是 那时候不会分辨老嫩 对 那个 我就想起一个事了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买菠菜有老嫩之分 哦 哦 那时候是什么呢 是供销社 嗯 供销社买菜窗口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小平房 嗯 林街这面 淘窗户出来 嗯 对吧 嗯 这里边有 窗户里头有柜台 是 有个 其实就是有一个 四角上面 支个箱子 嗯 菜就给这摆着 嗯 老百姓买菜可窗口外面 嗯 排队挤进来 那同志我要我要这个 对 就拿那块就那块 对 得这样 是 而且那个时候实话实说 嗯 没人排队 对 都挤 全套挤 我是知道 就是佳心 这是窗口 嗯 你往外一看 这是堆人 对 没有排队的 这个窗口卖的菜 一定是锦翘热销菜 是 不然是便宜的 对 那窗口 要是没有人 那肯定是没人要的东西 是 然后大家挤在这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 我个小 嗯 小的好处 我能挤进去 我能钻进去 然后我嘴甜呢 嗯 阿姨我要这个 那时候经常我挤进去买菜 嗯 我记得有一回啊 小双口 嗯 我从这个边就挤进去了 嗯 到这个地方就露小腩 露小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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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个脸 别的手啥都进不去 嗯 但就露这脸 咱依然嘴甜 嗯 那营业员说 但是人少的也都认识我 嗯 知道这李大夫家的儿子 嗯 我说我要那菠菜 嗯 就指着那家家家家 要那个要那个 嗯 人家就给你拿一会儿 嗯 拿一会儿啊 算完了回家 到家我妈就说我 哎呀 你这个菠菜老了 嗯 我就不明白 嗯 菠菜怎么还老呢 是不是 我那时候理解 什么叫老啊 嗯 长胡子的就是老的 哈哈 人老了 只要长胡子 就叫爷爷 太老了 人会老的 那菠菜 胡子长哪儿的 嗯 我妈就告诉我 我端在还记得这场景啊 嗯 你看这菠菜啊 这杆这么长 长这么长 这杆都空了 这就是老了 恰不动了 这菜就嚼不动 嗯 然后就教我怎么挑菠菜 哎呀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咱们当时那个窗口底下 露出那个脑子 小老的 这场景 我还想起一件事来 那个时候我们家刚刚回到沈阳 我们有一家邻居啊 也是那落实政策回来的 他们家那俩孩子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那个男孩大 是哥哥 女孩小 从河北回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 咱们那个富士店 不是天天都有菠菜 对 对 是吧 一来菠菜也挺新的 是 一看那大马车赶着 对对对 就来了 她妹妹一看 那时候就像刚才铁国老师说的 没有排队 都在那几个 她妹妹知道自己的小几根 几个根据 她喊她哥 有没有从河北回来的 一喊得特别好玩的 哥哥 要 何社来博士了 她哥一回头 俺家没完的 回家 带味 带味 是吧 这个相声演员 学啥相声 一说 画面 有画面 对 她能想的 对 对 其实我能想到一个什么事 就是我小时候 尤其跟着我奶奶去市场买菜 我奶奶买菜必须得慢慢挑 对 对 一根一根掐根 一下一下半夜 有时候人家说 别揪了 不买别碰我菜 就那样的 莫凡 我跟你说老年人都那样 我现在是最不愿意 你跟我家孩子一块出去买菜 人家我家孩子出去买菜 买什么买精品 啊 精品 人家那个精品什么呢 小袋装的 就是都装好了 人家也给你摘好了 都打底好了 你拿起来就可以走了 但是我不行 咱是过过苦日子的人 你知道吗 我不能买那个那么贵的 我得买不贵的 但是不贵的呢 人家不让你挑 就是他给你拿啥样 那你就得是啥样 他有的那个菜上吧 就那个叶子 你说掉他还没掉 嗯 你说活了 他还有点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要揪 你知道吗 我就要把它摸下掰 我揪他 反正经常让人卖菜的说 你买不买 别老往那都给我弄下来的 那怎么上秤呢 哪里揪我菜 你那对呀都给我揪回来的 当时腰子的份量就不对了 所以一到这样 算了 我不买了 换一家 我跟人家孩子倒不一样 我倒不是买精品菜 我到那拿着 行 拿着 我就这样 拿着差不多就行 今天咱说这个菠菜 就是稀松平常也 我也不常买 就是买了可能也是家里 让买 我才下班东西带一块 回去了就这样 就不得伤心 也不得伤心 对啊 菠菜这个事 莫凡你还真别小看这事 我觉得你应该有这个心态 跟着我们学 菠菜绝对是好东西 咱们应该特意的 增加平时菠菜的收入量 花一斤买的菠菜 好东西 是吧 其实莫凡你应该啊 请这个铁峰老师给你讲一讲 这个菠菜究竟有什么好处 对 你就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学一学习 甭请我自己就讲 你今天我爱讲这个 你也不用激我 菠菜里维生素含量特别丰富 刚才说草酸高 对吧 焯完了就没有了 菠菜里叶酸也高啊 草酸跟叶酸可不一样 叶酸是我们需要的 对不对 应该多吃 叶酸呢 我知道叶酸呢 比如是被孕吃那个嘛 就是当年要孩子被孕的时候 我跟着媳妇也吃了大半年 就是也没觉得吃完我胖了 我瘦了 我长个了 什么 你主要是被我捡甜了 江华哥你看 他就是隋大溜 不求甚解 一说到叶酸这个事 他就以为只能孕妇吃 在中国好多人真就以为就是孕妇吃 别人吃不了 因为那种人他对胎儿的神经发育有好处 提倡吃 但是现在我们要说叶酸 不仅仅是因为胎儿的发育了 不仅仅局限于孕妇这一个群体 孕妇吃是因为胎儿发育的时候 他要消耗叶酸 然后他来长出他的神经系统 你叶酸不足 小孩神经系统长得就不好 长得就不好 所以呢这个孕妇胎儿需要补这个东西 过去那个孕妇有早产儿早产率很高 还有畸形儿 对对对 就是过去呢就是新生儿病死啊病产率很高 对 现在都非常非常低了 对对对对 跟这些东西改变都有关系 但是叶酸的功能绝不仅仅于此 别的 现在都特别提倡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嗯 就是有高血压的人 嗯 要补叶酸 哦 为什么叶酸能辅助降低H型高血压 哦 啊 H型高血压 哦 还分型 不是高血压就高血压呗 这怎么 ABCD EFG 这怎么还分型啊用啊 没型 是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给你们讲啊 高血压叫H型高血压 是高血压的一种 哦 哦 大家都知道 高盐饮食 嗯 它就容易得高血压 嗯 那么在中国 H型高血压的人 嗯 占所有高血压人群的百分比之高 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嗯 我用非常保守的一个数字说 在中国高血压的人 有75%是H型高血压 哦 那大多数都是这个型 你像胖阿姨 花花哥 和我 咱们三个可能都是高血压 哦 咱们三个当中 就必然有一个人 是H型高血压 莫凡你没有高血压吧 我没有 那就不算你 讲说算你的话 哎呀答应你 75% 四个人当中有三个 是H型高血压 我可以确定我不是 哦 我不是 那就我是 不是 你这要是什么 那赵花老师 那赵花老师就咱俩是 人家不是的 你没有 这75%的 我查过 我查过 我不是H型高血压 嗯 这个比例因为发生特别特别高 而它核心的原因就是缺乏夜算 哦 所以这话不仅仅是咱们之间在这 像开玩笑一样 咱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你也得知道 现在过了50岁 对 有几个血压完全正常 一点毛没有的 嗯 但只要你是高血压 你就一定要小心 你是不是H型高血压 如果是 除了10型药药 叶酸你得补 哦 我和赵花老师这样的 就是 我俩不是去做 但我没得补叶酸 对吧 赵花哥 心里现在就这么想呢 我才不管你说的是啥 也不让我补 我就补啊 反正他说什么我就听了 是 叶酸呢 是针对H型高血压患者 进行这个血压控制 嗯 非常重要的一环 嗯 这个我建议大家 高盐高油饮食的这些人 嗯 或者本身你血压到这年纪 就高了的 嗯 到医院给自己做个体检 嗯 看看您的指标 同型半光氨酸高不高 嗯 如果要高 每天补0.8毫克的叶酸 0.8毫克啊 那也不多啊 我吃一会儿去菜叶 嗯 不多 嗯 气得我心口 屁 还去吃高血压 嗯 孕妇 国家标准要求每天补350 微克 微克 微克和毫克差一千倍啊 嗯 对不对 就这部分人群 嗯 H型高血压的 他对这个叶酸的要求 比孕妇高两倍还多 哦 比他们还要多一些 少吗一点也不少 对 这个需要大家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番谈话 是想让大家知道 嗯 什么样的人应该关注自己的 这个微量元素缺乏的情况 嗯 嗯 你得知道你是不是需要补的那个人群 嗯 像刚才我提 我说我测了 嗯 我不是 嗯 我对叶酸的要求就没有你们要求那么迫切 嗯 所以我一定要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多吃菠菜 要有习惯 嗯 吃点菠菜 好 哎 原来是这样 那个 菠菜真是好东西啊 嗯 那怎么做呢 嗯 老吃这个菠菜豆腐汤 太单调了 是不不行 然后还不好 那我就焯着水蘸酱 对啊 这行不行 行什么呀 胖阿姨 不行 我刚刚说完 这H型高血压 跟高盐饮食有关 你还蘸酱 蘸酱还不行 你酱里不放盐行吗 那不行 没咸味的酱 那叫啥酱 那叫啥酱 哪个酱不咸呢 不咸酱呗 蘋果酱 蘋果酱 那不行啊 这还不行 饮食食盐的控制很重要 嗯 这个蘸酱 蘸酱菜在东北啊 嗯 很流行 是 我们很喜欢 但是你没发现吗 你这东北这个高血压 这样的人群 多 多啊 所以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 来吃菠菜 蘸酱就不要了 嗯 我教大家一种新的做法 也不算新做法 哪个做法 拿菠菜炒吉他 哦 哎呀菠菜炒鸡蛋 这个 经典做法 嗯 这行 嗯 这个为什么推荐呢 因为鸡蛋里的叶酸含量也不少啊 哦 它俩是相辅相成的 哦 哦 哇 那还等什么呀 我都知道他说什么了 啊 赶紧给我们做吧 不是不是 为了大家的健康考虑 对啊 对 赶紧做 赶紧做 抓紧时间嘛 哎 那就到第二现场 做菠菜炒鸡蛋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菠菜炒鸡蛋 就算制作完成 这菜呢咱们做完了 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要是没记住 或者哪一块没看懂的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在微信里您可以反复观看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网友 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有一位微友啊 她叫盈盈 嗯 她说铁峰老师啊 我怀孕的时候 吃的叶酸还剩了不少 嗯 我听说了 说这个老人呢也可以吃叶酸 对身体好 那我要是把剩下的这个叶酸 给我爸妈吃 您看行不行 叶酸呢 它也是一种维生素 嗯 老年人吃叶酸 对身体当然好啦 刚才我讲了嘛 它最起码它能够 针对H型高血压患者 有辅助的作用啊 嗯 而高血压跟好多病毒关系啊 脑促重 你比如说就是脑出血脑血栓 这都算脑促重 嗯 这都是心脑血管疾病 对吧 老年人高发呀 你只要补到一定程度了 它就能够降低这个风险 嗯 但是老年人吃的叶酸呢 跟孕妇用的那个叶酸 不太一样 嗯 它俩是有区别的 哦 主要是剂量上的差别 如果您想给爸爸妈妈 补养身体 保养健康的话 最好有针对性的补 嗯 这样更有价值 嗯 不然的话你剩的这些都吃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就不补了 嗯 是不是啊 更重要的对于老年人来讲 是建立一套养生保健的习惯 嗯 提升的是意识 至于方法和手段 我们这有的是 嗯 对吧 嗯 什么时候想学了 维系一家 随便问一下我都能教你 嗯 但你这个意识要没建立的话 你就把这些东西送到他那去 我估计你父亲母亲也不能拿他当回事 对对对 抱着一个打扫剩药的想法 我估计吃不了几天 他就把这个 放一边了 哎 就就疯 抛弃了 这样反而不好 嗯 嗯 要是想建立意识建立习惯 首先可以从日常饮食上入手 嗯 比如今天我们说的 这个富含叶酸的蔬菜 嗯 可以多吃一些 嗯 除了今天说的菠菜之外 嗯 动物呢 鸡肝 嗯 这个鸭蛋 嗯 这都有 嗯 植物里像是黄豆 嗯 花生 核桃 嗯 那这都可以 嗯 嗯 但有一点 就是食疗的缺点就是什么呢 他补充数量有限 而且不稳 高是高低的低 对 不容易见效 嗯 那么当他在培养意识的过程当中 如果长期看不到什么变化 嗯 他可能不坚持了 嗯 那你就可以给他买专用的叶酸 嗯 而且我多说一句 嗯 除了叶酸 嗯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把一些基础维生素也补上 嗯 什么叫基础维生素呢 维生素A 啊 B族维生素很多 嗯 但B族维生素里的B2和B6 嗯 是一定要有的 嗯 还有维生素C 嗯 一块补充 对老人的健康更好 嗯 什么预防 什么高血脂啊 对 什么动脉硬化呀 骨质疏松啊 都有帮助 而且还能够平衡免疫 嗯 所以我跟您谈的 更主要的是一个方向的问题 不是手段问题啊 嗯 嗯 这儿有位微友叫光亮 嗯 他说脑鸣呢有一段时间了 嗯 左手有点麻 之前呢去医院看过 给开了一些药 吃完没有改善 但是也没有严重 就想问问您说 他这个情况 如果这样不管的话 会不会严重 这个事很难回答啊 咱先解释一下脑鸣 嗯 脑鸣实际上 它跟耳鸣是非常类似的一种表现 嗯 它是一种症 是症状 嗯 说脑鸣一定是病吗 什么是病 一般来讲 都是指七脂性病变 嗯 说颅内啊 哪根哪根血管 出现了七脂性病变 就坏了 嗯 可以引发这种脑鸣 嗯 但还有一种没有气质性病变 嗯 是功能性的病变 嗯 比如说精神因素 哦 比如说这几天特别 压力特别大 嗯 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了 嗯 它会出现脑鸣 嗯 这是什么呢 神经功能异常 导致的 那您属于哪一种呢 有的人有严重的动脑硬化 尤其是和耳部周围的一些小血管 我们叫小动脉 小动脉和微动脉 动脉血管分四个级别 嗯 大动脉啊 中动脉 小动脉 和微动脉 嗯 小动脉就直径一毫米以下的那些血管 那就给周围就摸烧了 嗯 别小看 非常重要 而这些血管一旦有硬化 一旦有堵塞 就会导致功学不良 循环只要不好 你那神经功能就不好 神经功能不好 它就给你出反应 包括鸣叫这种声音 这是非常常见的 您到底是哪种性质 是硬化 拴塞 还真就是功能的这种变化 到医院做个检查 把这个气质性的因素排除掉 如果查完了 什么事都没有 嗯 那就是我说的后面这种情况 精神因素啊 环境因素啊 哎 就可以对症的进行调整 嗯 比如说把睡眠搞好啊 情绪的问题解决啊 不要太过焦虑啊 嗯 这样也许能够解决问题 也有一些人呢 发现气质性病变 嗯 一查这个血管上有个动脉瘤 嗯 这样事是有的 或者有的人 在这个相关的位置 发现一些站位性的病变 都可以导致你说这种情况 就这事可大 也可小 所以 先上医院查 别耽误时间 嗯 那我这事说的明白不 嗯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应该这样 嗯 不要把这些小症状 不当回事 嗯 小症状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真是小问题 嗯 但只要你给它时间 最起码有一半的小症状 会发展成大问题 嗯 那个时候你再调就晚了 嗯 建议大家 身体出现健康警示 或者发信号的时候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